他难受的说不出话来 妻子徐静哭着说 你 你怎么会让爸妈 爬到城墙上去的 他们 他们这个年纪 怎么会爬墙上去呢 是你 一定是你 张东升立马打断他 是 是 怪我 都怪我 我根本没有想到 会这样掉下去啊 那个城墙看起来很宽 根本不可能掉下去的呀 我怎么也想不通 爸妈是怎么掉下去的 他把目光投向了警察 警察替他解围道 呃 是这样的啊 徐女士 三明山上有古城墙 城墙还是挺宽的 也很矮 平时挺多人坐在上面拍照 从来没有出过事 那个城墙看起来 也挺安全的 没人想到 坐上面会掉下去 这点 也不能怪你老公啊 毕竟他也不想的 徐静抽动着说 那 那我爸妈 怎么会掉下去的呢 张东升哭着说 我也不知道啊 就这么几秒钟的事 我根本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啊 警察给出了可能的解释 我们已经到山上看过了 城墙很宽 按理说 坐上面不会掉下去的 我想啊 可能是你爸爬山之后 高血压犯了 坐在城墙之后 一时眩晕 向后倒 本能地抓着你妈 两个人就这样一起掉下去了 刚刚我们在你爸口袋里 也找到了高血压的药 你爸最近 有吃酱牙药吗 我 我不知道 这个 这个要问张东升 张东升解释道 徐静工作忙 平时主要我照顾比较多一些 警察随即对张东升 加了不少印象分 女婿比女儿照顾的还周到 这年头 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张东升继续说 我经常提醒爸 让他吃酱牙药 爸却总是说 感觉吃了难受 药能不吃就不吃 吃药总是不好的 唉 要是最近一直吃酱牙药啊 我想 我想无论如何 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啊 警察连连点头 心中对张东升的印象 愈加好了 很快 这场意外地经过登记完成了 警察的事故调查报告上记录 老人家爬山之后 突然坐下休息 这种剧烈运动后的直接休息 极其容易诱发高血压 随即向后晕倒 此时本能地抓了一把老伴 两人一起跌下山去 随后 民警们纷纷安慰两人 劝他们别太伤心了 回家处理善后工作 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也挽回不了 注意自己的身体之类的 在这件事上 警区几乎没有任何责任 毕竟 警区在出事旁边还立着安全牌 不过 出于人道角度考虑 警区可以给五千块卫稳经 具体情况 派出所还要跟警区的管理方沟通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比女儿照顾海州 道的女婿 却是杀人凶手 不过这一切 都在张东升的计划内 对于这次谋杀 他筹划了将近一年 他深知 以这种方式结束岳父岳母的生命 不会有任何风险 再厉害的警察来了也没有用 因为 没有办法能证明 这是一起谋杀 是他把岳父岳母推下去的 何况 他今天的演技很到位 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情 也许除了徐静 不过 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徐静也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刘生 词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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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